华隋自建 战国时代有个人名叫华隋 他在赵国的相国平原军手下当门客的时候 秦国的军队正在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 为了抗敌,平原军奉了赵王的命令去楚国求救 临走之前,他决定在自己的三千门客当中 选二十个文武双全的人同行 可选来选去也只选出了十九个人 这时,毛隋走到平原军面前 主动请求要和他一起去 可是,平原军却对毛隋这个人很陌生 就问道 先生来我家几年了 毛隋回答说 三年了 平原军说 一个有才干的人如同装在口袋里的锥子 锥尖一定会从口袋里钻出来 你来我家三年了却一直默默无闻 可见你没有什么本领 我看先生还是不去的好 毛隋正变道 我从来没像锥子那样放进你的口袋 要是早把我放进口袋之中 那锥尖早就钻出来了 经毛隋这么一说 平原军才勉强同意了 可是同行的其他十九个人 认为毛隋不中用 嘴上不说 可心里都有些看不起他 他们到了楚国之后 平原军和楚王谈判了半天 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联合抗秦之事遇到了困难 毛隋见事情不顺利 就按着宝剑走上前去 他向楚王陈述了厉害 终于使楚王答应了派兵救赵的要求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毛隋在平原军家做门客的前三年 一直默默无闻 可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 他用能力证明了自己 一个人如果想要出人头地 除了要有出色的能力之外 还要善于把握身边的机会 后来人们把毛随这种自我推荐自己的行为 叫做毛随自荐 用来表示不用别人介绍 自告奋勇地去承担任务